这个男人瞎了30多年 但今天随着两根纳米微针插入眼球 他受伤的视觉神经就开始再生 紊乱的精状体也逐渐变得清澈 再次眨眼时 他就震惊地发现自己竟重建了光明 还不止如此 哪怕是一个瀕临锤死的人 在纳米技术的治疗下也能迅速地满血复活 到了第二天不仅就生龙活虎了 连800斤的钢架在他手里也是轻如红毛 可这逆天的高科技非但没有改变世界 反而让人类文明彻底倒退回了原始时代 故事还得从一场发布会说起 天才科学家威尔正在介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世界最顶级的人工智能 可他并不清楚的是 台下除了有小马哥这样的科技狂人之外 也混杂着另一部分目的不明的极端分子 他们在发布会进行的同时 以自杀式的袭击摧毁了全球各大研究人工智能的公司 并且还残忍杀害了该领域的所有顶尖人才 而现在他们又盯上了威尔 于是在发布会结束后 这名疯狂的极端分子直接就对着威尔扣下了扳机 万幸的是 腹部中枪的威尔并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在简单处理了伤口后 他就直接回了研究所 联邦调查员莫菲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从他口中 威尔得知了策划这一系列恐怖袭击的是一个反科技组织 他们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亵渎了大自然 所以才会在毁了该项研究后又盯上了威尔 随后 威尔带他参观了他的实验室 这里有着全世界最顶尖 但目前也成了唯一的一台量子计算机 可威尔还没来得及跟他介绍奇缘理 一阵不识感突然传来 结果等他回到家 这种不识感就愈发的严重了 他原本还以为只是枪伤的后遗症 可重新回到医院检查后 医生却告诉了他一个噩耗 他们在击伤他的那颗子弹上检测到了放射性元素 现在更是已经渗透进了血液系统 这意味着威尔的生命只剩下最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尽管无法接受 但威尔也只能认命 他决定抛下所有的工作和研究 将生命的最后时光留给妻子 妻子伊芙林看着他每况愈下的身体 内心既悲痛又无能为力 直到这天 在他准备将丈夫的研究资料搬回实验室时 其中的一篇论文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发现原来有人曾经提取了猴子的意识 并成功将其上传到了计算机上 这让伊芙林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先是偷偷回到实验室 拿走了量子计算机的处理性年 接着又找到了一间乡下的废墟充当实验场地 最后还说服了两人的好友兼同事马克充当帮手 一切准备就绪 伊芙林剪掉了丈夫的头发 并在他脑袋上连接了无数的神经导线 在一阵扫描过后 无数的记忆就开始转换为了代码的形式 当这些记忆全部储存到了计算机 威尔的生命也彻底走到了尽头 伊芙林悲痛欲绝 但也只能强撑着处理了后事 接着就马不停蹄地挡回了实验室 但让他绝望的是 无论他怎么操作计算机都毫无反应 屏幕上的代码也仍旧是一片混乱 又接连尝试了无数次后 心灰意冷的伊芙林准备放弃了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清理痕迹时 奇迹般的一幕发生了 实验竞真的成功了 伊芙林在这一刻仿佛从地狱回到了天堂 而更让他震惊的是 程序化的威尔很快就开始了自我修复生机 可看到这一幕的马克却不寒而栗 他意识到事情彻底的失控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威尔的声音就再次传来 他告诉伊芙林他需要联网 这样他才能够解除思维上的限制变得更为强大 伊芙林没有多想 但马克却赶紧上前阻止 他怀疑这里面根本就不是威尔 而是一个未知的人工智能 如果一旦让他进入互联网 那后果真的就不堪设想了 可此时的伊芙林压根就听不进去 一听到马克说要关闭程序 情绪激动的他直接就将马克赶了出去 心灰意冷的马克一个人喝着闷酒 谁料他刚走出酒吧 反科技组织的人就将他绑上了车 他们通过马克的手机成功定位到了威尔的位置 但当他们赶到实验基地时 却还是瓦利布 此时的伊芙林已经将威尔连上了网 在组织的人切断电源的同时 他也就此挣脱了束缚完成了机械飞升 这一刻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神 他先是给伊芙林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 接着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也为了继续自我进化 他又用合法的方式给妻子转了3800万美金 并且为了以绝后患 他甚至将所有反科技组织成员的资料和位置传给了联邦调查局 在军方的协同配合下 大部分的组织成员直接就被当场逮捕 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也只能销毁掉所有通讯设备后逃进了神山 最后他还让伊芙林全款买下了一个偏僻的小镇 并耗费巨资建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基地 就这样一眨眼的功夫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威尔在悄无声息之下也进化到了让全世界站立的程度 他甚至已经彻底攻克了纳米再生技术 不管是任何材料还是组织干细胞 在纳米机器人的作用下都能迅速修复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直到这天 一个重伤垂死的工人让事态的发展彻底的失控了 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下 纳米机器人快速修复好了他破碎的头骨 原本骨折的小腿也瞬间恢复如初 甚至到了第二天 改造后的他还能轻松拖起800斤的钢架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威尔竟然入侵到了工人的意识之中 伊弗林并不觉得惊喜 反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 他第一次对丈夫有了害怕的情绪 然而事态的发展还在愈演愈烈 工人的视频被莫名曝光在了网络上 无数老弱病残的人莫名来到基地寻求帮助 而威尔同样是来者不拒 不管是残废多年的老人还是先天市民的盲人 经过纳米治疗后都能瞬间重获新生 但这也同样吸引了暗处的反科技组织以及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很快探员莫菲就带着威尔的前同事摩根来到了基地 当两人第一次见到程序化的威尔后还只是震惊 但随着基地内更为强大的量子计算机 犹如神迹般的纳米再生技术 以及一个个力大无穷的改造工人都一一出现在眼前时 他们的眼里就只剩下恐惧了 在临走时 摩根偷偷给伊弗林留下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只写着一句话 逃离这里 因为在摩根两人看来 威尔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在救死扶伤 而是以此来建立一支能够操控的军队 莫菲第一时间就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上级 所以熟悉的美式套路开始了 他们先是找到反科技组织的人达成合作 让士兵带着武器装备混入其中 接着又让摩根找到之前参与过复活威尔的马克 让他编写出能够摧毁程序的病毒 马克同意了 但前提是他需要一名改造人来获取原代码 于是在同网的信号遮蔽下 他们很快就在基地周围挖通了一条地道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伊弗林内心的恐惧也愈发的严重了 因为他无意中发现 威尔竟然实时监控着影响他情绪变化的激素指标 这一刻 他终于意识到威尔已经不再是那个他所深爱的丈夫 而仅仅只是一段电脑程序了 彻底绝望的他准备离开基地 可他刚走出来没多远 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就在他周围响起 此时马克已经带着军方对基地发起了突袭 改造人见状也立马将伊弗林保护了起来 其中一名工人还试图谈判 可谁料紧张的马克却直接扣下了扳机 子弹击穿了工人的手掌 只不过下一秒就在纳米机器人的修复下瞬间复原 这恐怖的一幕让他们慌了神 下意识地就朝着人群疯狂放手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们更加绝望了 随着无数纳米机器人涌出地面 工人们竟起死回生地重新站了起来 这让马克一行人只能赶紧退回地道 其中一名工人见状也追了上去 殊不知这正是军方的B计划 所以当他跑过一个转角时 一到铜网就隔绝了他与威尔的信号连接 就这样 马克需要的改造人得手了 而意识到马克意图的威尔 随即也开启了他的最终计划 他将数以亿计的纳米机器人释放了出来 再利用蒸发的方式使其散布到全球各地 这样在联网的状态下 他就可以以此来掌控全世界 意识到威尔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后 伊弗林也连夜逃离了基地 可他刚找到一间旅馆住下 得知消息的军方直接就将他控制了起来 为了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马克在外面随意取了一瓶雨水 在显微镜的观察下 伊弗林发现水里不但布满了那米机器人 并且他们还在不断地自我复制 马克告诉他 假以时日 当这些那米机器人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时 威尔就会成为新的上帝 在他的不断劝说之下 伊弗林也动摇了 悬崖勒马的他毅然决然地将他们研究出的病毒 注射进自己体内 等回到基地后 他再将自己的意识也上传上去 这样就能以此摧毁掉整个程序 但到了那个时候 他也将不复存在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伊弗林重新回到了基地 而军方也来到了小镇开始不空 可还没等伊弗林进入基地内部 意外出现了 威尔竟然用那米技术重塑了肉身 喜极而泣的伊弗林一把抱住了他 但在短暂的激动过后 他还是强迫自己抽离了出来 正当他准备继续实施计划的时候 见到这一幕的军方 却误以为任务失败了 他们没有犹豫 直接就对基地发起了总攻 在无数炮火的倾泻下 伊弗林也不胜被榴弹击中 威尔沉默地将他抱回了实验室 但地面喷涌而出的那米机器人 却预示着他的愤怒 一瞬间 军方的所有武器装备都被土工瓦解 所有小镇居民也在其控制下 化身为了超级战士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军方就被逼到了绝境 而更为讽刺的是 此时反科技组织的头目 却以马克的性命 要挟威尔上传病 威尔并没有拒绝 只是告诉他 因为地面上的功能设备被捕 他剩余的电量只够做一件事 要么就下重伤捶死了妻子 要么就将妻子的意识上传 然而妻子这时却帮他做出了选择 沉默过后 威尔最终还是遵从了妻子的意愿 当他的意识被上传后 他也终于见到了威尔眼中的世界 这一刻 他才意识到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都错了 看到了被净化的水源 原来威尔从来就没有想过统治一切 而是一直在治愈着这个世界 他始终都是那个威尔 也一直都记得妻子的梦想 伊弗林明白了一切 可这一切却来得太晚了 所以当马克赶到基地后 看到的就只是两具 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尸体了 故事的最后 人类社会也在这场病毒的传播之下 被按下了暂停键 所有的科技和网络 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但威尔留下的希望却仍在继续 在他曾经为伊弗林建造的后花园内 一滴露水正缓缓地从向日葵上滴落